免除,我們還是要問一下,在片中妳跟俞文樂有非常穩慶 聊一下跟俞文樂這一位男演員合作的感覺 我覺得跟他合作很愉快啊,因為他很喜歡整我 因為他都不告訴我他要講什麼台詞 所以其實拍那段的時候,我自己在電影院看的時候,我都很害羞 然後那天他來問我說,欸妳看了嗎?我說我也還沒看 我說都破譯了,我都很害羞,就插我們的兩台票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他說不知道好不好看 他說聽說我們那一段好像還蠻精彩的 我說好像是欸,我自己有看的那一段 我自己看的時候都不太敢呼吸 因為都突然想到那個場景的時候,就覺得哇好害羞 一位男生這樣哭著妳的嘴巴說不要哭不要哭 這種感覺真的哇 我覺得是因為很真實 因為他其實沒有照台劇本演 然後我又很久沒有跟男生有這麼多自己的親密解釋 然後又要接吻 然後他又是,你又不知道他什麼是要親密 所以你整個,其實前場戲我都一直在忐忑 不安想說是不是要親我了 欸,他怎麼沒有親我 其實劇本的也不是要親我了嗎 欸,那現在沒有,那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演呢 永遠不知道他下一秒是怎麼表現 所以一涵是非常緊張的 那一涵你碰到魚兒那你沒有反擊他 我沒有,我後來好不容易反擊的時候 我後來說你剛剛那是陳寅函,不是西文 跳回自己 你們兩個甚至好像差一天聽說 對 二天蝎座 對 然後竟然沒有把這樣一群放就行了 我們 第二集的時候再來好不好 好,我會好好練習 不過我們還是要問一下,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要問一下,像歸一二的境況如何 因為第一集這麼的賣錯 導演,有沒有準備第二集,歸一二 會啊,現在還是假在寫劇本 對沒有那麼快,還是要宣傳歸一二 對,所以會籌備的嘛對不對 絕對會彩 對對對 陳寅函是女主角 絕對是對不對 應該都是他們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把他們盪氣 弄在一起 真的很難瞧,每一位都聘業不斷 對啊,他們三個都很忙 超強手 我是最不忙,等他們 好多片子要開拍了是不是 是,那一涵,今天我們在現場已經就是公佈過 快過六千萬的票房價值了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一路就是超越導演去年的 背頭走那一面 然後我們正式歸密破譯的話 兩位可不可以發援 就是說如果真的破譯的話 我們可以做什麼來感謝媒體的一線 兩位各集 昨天我們有展在香港 那就是收了一個提議給你啊 什麼他為什麼要香港提議給我不給他自己 那我也提議給他 那我跟他見香港記者嘛 他說如果呢破三億票房 那一涵就羅勇在前面 哈哈哈哈 本來片子都是一路這樣走 然後轉過來 轉過來 轉過來 倒在路上 對啊,那個 是可能昨天說他胡說 哈哈 所以一涵可以比他人 搞笑 我當然不行 你說破譯 破譯 現在台湾大家破譯都幹嘛 呃,有些人好像會去羅勇 男生啦 對 可是你都羅勇過了 我現在跳奔迪章 哎呦 哦,好恐怖 我剛剛不喊跳 像其他人 如果破譯的話 我想平娜應該會表演背面給你們看 哈哈哈哈 換他表演 還要把他邀請到台灣 沒關係啊 我們可以去香港拍啊 香港拍他 不行要給台灣的媒體粉絲看 我們就請薛凱琪來囉 好好好 遺憾說 他在香港幫我呆 然後在這裡幫他呆 對 俊凱琪要幹嘛 你說他就是選你片中的這個羅勇是不是 沒有 他跟紫珊呢 因為他們就一直在笑我 說我羅勇 因為那天真的非常冷 然後呢 剩下我一個人拍 大家都笑他親了 然後我們在墾丁拍的 然後因為他大概十度左右就很冷 像我們兩個就一直在笑我 說啊 然後你那一定要呢 吃什麼什麼的 換他們兩個來了 而且現在天氣這麼好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閨逆說 台灣票房的破業 我們就請他們兩位來拍 好 沒有問題 那我們再次謝謝黃春生導演 以及沈憶涵兩位來台灣